Hello,大家好,我是小姬,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看第四单元的第三小课 那在这一小课呢,我们会学习一些关于数字的表达方式 尤其是从0到100之间 那在我上课之前呢,先请大家回顾一下第二课里面 大家学到了哪些有用的知识点 All right,其实在第二课里面我们学到最重要的知识点 是关于Possessive Antique,就是物主贯词 那物主贯词里面我们学到的第一个物主贯词是my 不是用survice my呢 那为什么又有两个呢 对了,是因为我们是根据后面的名词的性 以及它的格还有它的数来决定的,对不对 那我们迅速复习一下什么时候是用my 就是没有a的那一个 to much be my father, my king, my author, my man 那你会发现啊,它原来是跟养性单数的时候 在第一个的时候就是用my 那复数和阴性, zum Beispiel myne Frau, myne Kinder, myne Autos 那这些的话呢,就是用myner 我们在a0的现在这一个阶段呢 我们先从my开始 后面当然有你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 我们后面再讲 但是你先搞清楚my的话 你后面就联想就很快了 以及第三个和第四个的那些变化 你到后面都会慢慢掌握 那好,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学了小小的一个知识点 叫做一个新的借词 fone,对不对 那fone这一个借词呢 表示,呀 它有很多个表示 那我们上一期课学到的是表示 嗯嗯嗯谁的东西,对不对 那它的特征呢,其实是加第三个 啊哈,第三个,oh my god 那你可能在课文里面 见的不是很奇 因为它都是加一个人的名字嘛 你就会觉得,哈 这个人是第三个 我看不出,呀呀 那人名字看不出是几个的 但是你先有一个眼熟 或者是恼熟的情况 啊,这个fone是一个借词 然后它要加第三个就好了 那我们后面如果真的要学到这个借词 那就再展开说 好吧 那以上是一个快速的上一节课的回顾 那我们马上进入 好了 哎呀,我真的 就是散退了好多次 我终于用我仅有的智商分析出原因了 可能是我的电脑内存不够了 所以录着录着 我就经常散掉那个录屏 所以就有点点中断感 在这里大家见谅一下好吗 那我尽量找回刚才的feel 那我们继续 那好,我们来看第三课的题目 叫 那这个题目里面你们看到是一个问句 对不对 那它该有的提问词是哪一个呢 跟到 那它的主语是 然后系动词 Z跟Z跟Z跟Z都是连在一起的嘛 所以的话 这句话的问题叫做 您多大呀 这个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听力练习 你看到这里是从二十到一百呀 有些框框是蓝色的 有些框框是黄色的 先不管它 你先跟读一遍 好吗 28 29 30 40 50 60 70 80 90 90 1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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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0 30 30 60 60 60 70 70 80 90 100 30 30 S 60 60 60 也不是 70 70 70 这三个整十 你要特别关注一下 那我们来看 具体的20到30之间 20到29之间 首先我们看21 21 20 20 20 那中间用这个 und 来接 连接两个 可是呢 这个 1 它不叫1 它叫1 因为你1单独的说它是1 可是它加在这种21 31 41 51 61 91 它就没有这个1 21 22 23 24 25 26 26 26 它又出来完整了 它就不像16 16 16 60 60 60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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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7 可以给大家留一个小的思考 你找一下6 7 16 17 然后26 26 27 然后六 60 还有六 70 这几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怎么写 然后你自己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规律 这是一个 open task for you OK Numma B Makieren Sie wie im Beispiel 那这里我们具体来看它怎么教我们去说这个德语的字数字 那它黄字的就是各位数嘛 2 那绿字的就是十位数 20 22 中间用一个 und 来连接 那23 23 23 27 7 20 7 20 不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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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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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 2 5 6 6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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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我没有看这个 我是跟着读的呢 就感到那种feeling 讲着我闭眼的这一分钟 我都快睡着了 那个背景音乐 很迷幻的感觉 是不是 OK 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那什么叫 就是把这个数字反过来 课文说 反过来就是 35 反过来就是 53 480 反过来就是48 OK 以此类的话 请你这样子举例 从来说 诶我这里有一个时间 10点10分 反过来就是11 啊呀 alles klar ganz easy 呃 诶 这是 诶 是吗 因为我们没有课堂了 所以就尽可能找一些 新手年来的例子 自己举例一下 从来说 你今年23岁 那你反过来就 32岁 32岁 怎么说 啊哈 32 32 32 那再拿你爸爸妈妈年龄 反过来说一下 好吗 OK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练习 这一个呢 其实是就是 也是一个课堂练习 但是呢 你就得有人一起 然后 大家介绍自己有多大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例句 Wie alt sind sie Ich bin 19 jahr alt 我 19 岁 那如果要是你很想偷懒 你也说 诶 Ich bin 19 咋呢 你也可以说 Ich bin 19 ja Das Geht auch 这比较懒 的一种说法 那如果要是说 你问 他多大 男他 Wie alt Ist Er Er Ist 19 那 你 多大 Wie alt Bist Du Ich bin 19 ja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举一方 这样 zum Beispiel Wie alt Ist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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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ie alt Ist Er Sie 33 Wie alt Ist Diese Frau Sie Sie 36 No Wie alt Ist Diese Man Der Ist Zwei Dun Fier No Juha 是说 问父母 Hah Wie alt Sing Deine Eltern Meine Eltern Sing Ja Fünf Zich N Noi Dun Fier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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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散思维的东西去由这个东西延展开的这个都是很individuelle的Vegasact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篇第三单元的内容非常简单对不对 我们的目标就是掌握20到100 以及这里有一个比较有用的表达方式 Hey 问人家多少税 用哪个疑问词 然后人称跟它的动词相应对应在一起 然后用的这个是alt 不是用也不是熟也不是close也不是close也不是close 用alt Vie ans den sie Genau Das war's von heute 那如果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课的话请大家给我一个赞 我不知道那个充电要不要钱了 如果要钱那就不要充电了 如果不用钱的话那大家还是充一下吧 哈哈哈哈 好那就这样子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Selves CiaoCiao Ciao